我們常常講說當畫室 我們都稱我們自己叫刁民的故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1734年開始 我們就一直作亂 一直作亂 所以以前有一句 理語叫做上山打上話 這兩尊是我們全台灣最有的 他的名字叫做 老公老婆 對 我說一遍 老公老婆 你們知道他在做什麼嗎 美容 他不是在插頭頭的老公老婆 出門插頭 用心的想哭順 在中華有一個年輕人 台幻16條插頭的路線 在那個當地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來穿書 聽故事 看風景 做秋冬 希望大家來了解這座美麗的故鄉 作為觀光客來 你就是大佛拍照 這樣就走 現在整天我也覺得很好玩 因為青春 所以有方 大家拜託 晚上10點 青春 咱們吧